而瑞港公路是瑞瑟湘齐美部落唯一的连外道路 除了是道路交通设施的整治工程 向公所近日来也接获了齐美村民反应 道路边波、杂草、虫生、灌木、恒生阻碍 也影响交通视野 乡长吴万德为此也即刻调派了人力 来展开砍除作业 以利维护居民交通环境的安全 一人在前方砍草 背着炊业机的另一人 两人则跟在后头清理 两人一前一后砍草清理作业无缝接轨 反走过这处的道路立刻焕然一新 乡长吴万德上任后 却是贯彻路坪、灯亮、水沟通的理念 白忙之中任到现场查看砍草作业进度 以维护部落居民进出交通的安全 瑞士山瑞港公路近年来 县政府也积极推动瑞港公路的整治工程 逐步提升道路安全品质 因为瑞港公路是齐美部落唯一连外道路 近日内齐美部落居民也反映 瑞港公路边坡灌木横生杂草重生 阻碍交通也影响行进交通的视野 对此乡公所也在元旦假期第一周 立即调派人力展开砍草作业 砍除清理总共约10公里的道路 预计在这个周五以前清理完毕 维护居民安全的交通环境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